市长谢果良在公车处长陈欣皮的陪同下 亲自接见陈伯全、曾应杰、吴晨峰、许在国、张在诚五位公车司机 感谢他们热心服务轮椅族朋友搭车 特别颁发红包奖励 我们市府跟公车处特别今天邀请了几位很有爱心的驾驶大哥同仁们 大家一起来市府聚聚 他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都有被轮椅族的朋友 在社群里面以及在我们跟轮椅族朋友沟通的搭乘平台群组里面 公开来感谢他们在碰到轮椅族朋友搭乘的时候 都很有耐心、很有爱心 都非常愿意服务这些轮椅搭乘的朋友 我觉得这个就代表了我们市府以及公车处更努力想要服务 有更多特殊需求的乘客朋友们这样子一个精神 所以小爱爸爸今天特别来谢谢他们 也跟他们交换意见讨论如何在服务这些轮椅族的朋友可以做得更周到更好 当然一般的乘客跟特殊需求的乘客我们都是要兼顾的 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有爱城市的环境里面 我们可以兼顾到所有乘客的需求 市长谢果良也与公车司机交流协助轮椅族乘客的经验 也发现基隆有些路段站牌考量到安全 可能不适合轮椅族上下车 将请公车处进行评估与宣导 刚刚我们有提到了某些站其实它有很高的坡度 然后也在转弯路口 那尤其又要把这些特殊的踏板 这个把它装置好 再让这个轮椅族上车很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道路危险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能就有必要来沟通 我也刚刚请了公车处的主管 针对哪些站 即便我们想要服务轮椅族的朋友 可是它可能会带来全车 或那个轮椅族朋友的一个危险性的前提下 那可能那个站适不适合上车 我们就要另做考量 所以我们是觉得必须要 把一切的这个评估都做得好 如果不适合上车的地方 我们也是要宣导 这地方可能比较不适合上车 那可能要到前后站去 上车可能会比较安全一些 不过轮椅族的乘客真的在一个 这样基隆的一个搭乘环境 还是多一分辛苦的 所以我们很谢谢 今天这些驾驶大哥们 在过去一段时间 这些温暖有爱的这些服务行为 小爱爸爸对他们非常的感谢 市长谢果良也期许公车处 持续建立维持服务文化 与温暖有爱的精神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